大哥,我沒有詳細看一件事 其實我只是笑一笑一笑 不用了,不用怕 不用怕 你說整件事是多麼老套 我幫你打架 我幫你打架 基本上,如果大家... 照著,OK 我幫你打架 好了,德哥繼續說 我先讓他打架 好了,打架 好了,其實我相信大家有留意到 網上的一些...我不要叫謠傳什麼都好 那些傳聞昨晚都有一個三個小時的直播 變成大家相信這件事可能都很清楚 也都今天在這一個... 挖,你手震 也都在這一個面書上都見到Lily,Lily和Lily的 那都是那句 我都做不到又明白什麼事 不明白的,就自然會明白 OK 當然啦,其實都是一句做生意的事 我覺得商譽和人品是很重要的 那你有貨就給別人 那就是前兩天見到的那件事 當然啦 其實本身這件事... 見什麼貨啊? 就是說... 有人落訂拿不到貨 是,其實這件事不是這段時間發生 其實一向這間TOMICAXX... 我重新再說 這間店跟TOMICA沒有關係 或者XXHK 由一段很長的時間 我想半年甚至一年前開始 已經有不少的玩家 在這間店下訂了 而遲拿貨 其實早期只是遲拿貨 但遲的時間真的多久 派了街上一段時間都未必拿到 或者真的到你拿到 可能那個時間差已經很大 或者對那件已經沒有愛 但是她是有貨牌的 都不可以說她沒有的 好坦白說 但是就真的未必和大家 心裡的理想時間合得到 但是怎樣都好 就著這個LilyLilyLily的事件之後 本身也看到她的老闆 她的母親 她的太太等等等等都被人公審 其實坦白說這件事又不是這麼對的 要搞就搞她自己本人 就是禍不及家人的 我個人意見 純粹我個人意見 跟這個玩具A沒有關係 我問一下一些慣常性會問的問題 其實她是否本來是… 很穩定的 身體好 但你肌肉 你如果釣著這個動作 真是不容易做的 你想釣什麼 對 其實她是否… 本來是申請到別人會快貨 但其實… 不是 就像平時一間店舖收訂 收訂 是的 當然你說價錢 她也不是特別便宜 在外面很多 亦都因為這樣 所以變了… 她也有個… 現鋪… 謝謝 她也有個現鋪的關係 所以變了… 被人… 初初是有一個信 真的馬上收錢 非常感謝金雪 Vicky又來了 變了會多了人去信 但是… 多了一句 我真的不敢說 怎樣去決定一間店舖 信不信得過 真的 這件事真是縱使 CatchCode 大家來試一些 已經很多年壓立不到的店舖 你以為她壓立不到嗎 可能那些才是… 我明白 我自己真的試過 我覺得開名不怕開名 因為又不是什麼小事 不是什麼大事 不是什麼大事 都不是小事 但很久以前的事 剛剛昨天也算不算很久 我知道 但我也有個經驗 譬如我當年… 你進來幫你打敗家 不用了 我也有些經驗 譬如當年千席練出那隻巨神 我忘記了為何沒有幫千席練 當時她是比其他國家更遲 對 對 對 你不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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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她是不知為何千席練不肯開訂 我當時心急找了孤主 後來就是千席練開始有現貨賣的時候 我記得孤主也差不多遲了三個星期 但她又不是沒有貨 為何她會遲呢 我相信是商業決定 你擺明千席練當然要自己派了自己的貨 她可能不夠貨 總之我經歷了一個情況 也可能我遲訂了 我不記得了 但情況就是… 你說孤主沒有相遇 孤主一定有一定的相遇 她不會離開你的 不是奸商 不是騙 但的確有些情況是 收了訂之後 其他店舖有貨 而她… 我應該這麼說 你剛才說的那個案子 她應該只有千席練有貨 而其他地方沒有貨 不知道 又或者是孤主那些貨 可能是打個大彎 在日本來的 我不知道 我亂說 我亂說 其實是不能給你快貨 這是有可能的 不過先說一件事 其實我有一件事 我很欣賞的 就是… 當我整件事 我真是幸運 因為我已經沒有錢 去做婦主 但是… 其實也是那句 本身她… 去迎戰這麼多婦主 那兩個staff 金毛姐姐和另一個姐姐 真的有些了道 因為我又忘記聲音處理 真的有些了道 還有她打一份工而已 她救僵而已 她可以這麼坦然去面對一班婦主 所以都希望婦主不要留難她們 要留難 就留難那個 陷家長騙人那個 將你的仇恨的目標固定 是一個合適的人 叫你經理來見我 不過… 當然我兩個妹妹都是 說不了事 爭不了主意的 那你上八樓 那你可以怎樣呢 總之 整件事 希望可以 那些婦主 盡快 拿回她們應得的東西 還有 就著這個金錢方面 即是 很坦白說 見貨 拿不拿到 後話 你最緊要 先拿回錢 還有 今次我見 都有 無論警方也好 或者本身的婦主聯盟也好 都很賣力去處理這件事 傳媒也真是幫到手 非常之多謝大家 還有 最後最重要 就是希望所有婦主 能夠盡快拿回你應得的東西 不是呀 我見到好像有些婦主 是拿… 拿貨 拿貨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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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說你還覺得可以拿回那件事嗎 給我 我掃了他門口的東西 你放在那裡 好 沒問題 我立刻跟你拿 因為 昨晚那段片是說 有些貨是 不是正貨來的 所以 買老番還要叫海關 我不敢肯定 其實整件事應該是找海關的 因為 你本身是商業的問題 或是扭分 whatever 其實你持比獲 最主要應該是海關去執法 對 即是那個什麼 商業 不是那個什麼 商業 不要緊 那類 即是你延期了 你期待的時間 變成了 施衛者委員會 真的應該是由那方面去 但是多一句 你拿回他舖的現貨 欲酸些說 你不放火 就算好避免 所以 可能店舖有時候 要有什麼 開心見誠 或者和客戶交代 譬如你說 我們這批貨是 什麼途徑 所以就算加油 我們都沒有住 他一定不是這個approach 我想說 你不需要跟他說 我不是跟他說 我知道有些店舖是真的 對 這個例子 不是在這間店舖 明白 有些情況 我都聽過店主會說 為何他們會街友 他們沒有 他們控制不到 各種各樣的理由 我自己不是開玩具譜 但其實我建議 你有什麼情況 你就在Facebook說清楚 好過別人鼓鼓一下 你有時候覺得 可能沒有面子 但其實 寧願老實 好過你以為自己 僱存到面子 但其實 你一個謊 蓋一個謊 當然我不敢說 根本整件事 從頭到尾是 出於欺騙 門騙 欺詐 等等等等 我們再打格 但還是那句 我極度希望 所有苦術 能夠就這次事件 拿回公道 好 新聞報道暫時 這部份完結 好 稍後見 稍後見